伊昆明的經驗,民眾意見大家會在什麼樣的情景下納入政策的部分? 應該這樣說啦,因為我們對民眾的一個意見的回收 那如果說是有牽扯到比較像民眾的利益的 或者是民眾的一個關心的一些問題 有牽扯到廣大民眾的一個服務的相關議題 我們都有可能把它納進成我們的政策 那廣大陸政策的方法大概會有什麼樣的方法? 收集民眾意見的方法通常以傳統的來講 它可以由部長信箱或者是由我們的財政部部長信箱 還有我們中心的一個民眾信箱 那現在呢,因為今年有那個協作會議的一個產生 那我們現在又多了一個管道 可以從協作會議這邊更精確地收到民眾的一些意見 從某個國會分享過去有哪些民眾來信的意見 去有最後中心的兩大陸過去的考量 以往就是目前中心的民意信箱這邊來說 通常我們常遇到的都是一些問題的提問 那沒有一個比較專精就是想要改善事項的部分 那也有常遇到是那種抒發情緒的那一種 所以通常就是在處理這幾類人的問題 那所以目前來講就是比較沒有成為政策的一個方案 那這個案子之前有沒有處理財政局局長的問題 這一次處理報稅軟體是我們第一次處理救援平台上面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第一次經驗 在參與協作會議之前的時候 對於協作會議的想像是什麼 剛開始我覺得是 它是一個傳統的 對我們來講是一種傳統會議形式 就比如說 它就是用一個簡報的模式 一問一答那種方式 這是我的想像啦 那開始參與的時候才發現說 它跟我的想像不太一樣 可以再多說一下不太一樣的點是什麼 比如說最讓你印象深刻的會議進行當時 就我們在進行過程當中 原本以為說我們是主持的人 然後我們是做個簡報 跟台下的民眾去做一個互動 說我們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但是在開始協作會議的時候 我們卻發現說不是耶 雖然我們剛開始進行的模式 就是一樣最初前十幾分鐘 一樣是用我們用曝光的方式 對跟民眾去講說我們的理念 但是呢突然我們的主持人 就是主持人這邊啦 那突然就跟你講說我們要分組喔 那開始就各組之間就 就跟有國稅局人員 有我們公務公部門人員 然後還有民眾一起混在一起 那混在一起去尋求各個 各個問題的解答 那來當成是一個政策的參考 我覺得這個是我比較驚訝的一個地方 謝謝 那在這個參與協中會議之前 有沒有參與其他類似的工作房 或是會議 這個部分是比較沒有這樣子的 幾年那以前在 比如說我們在有受訓練的時候 就比如說我們去外面上課 那他有個workshop 那但是workshop他也只是分組 但是僅是討論完就結案 所以也沒有像這次怎麼的 這樣子的深入 那在會議結束之後 覺得這樣跟政府民眾 之間溝通的方法如何 有沒有哪些地方可以討論 我覺得用這種形式 就是跟民眾去溝通換取意見 是一個好的一個開始 但是他的確啦 的確他有一個會造成我們的負擔 因為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他其實要耗費非常多的資源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處理有意義的議題 耗費這樣的資源是對的 但是如果是處理那些比較 可能沒辦法達成政策那種議題 他是比較浪費時間的 因為他的確就是 你花相同的資源 但是我得不到相同的一個 我要的回應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要針對 選擇會員用到幾個方法 跟村民的一個作詞 那第一個是slido 就是我們有看到讓大家可以 命名去一個slido裡面的那個連結 是 上去即時的針對 不論是在發表意見的人 是 還是在台下有任務 顧客的意見的人 是 都可以自己用手機輸入問 是 就是屏幕可以寫 是 然後我記得我們中午的時候 有去搜一下 大家民眾在上面的意見 是 那不知道會名對你這樣子 收集意見的方式 有什麼樣子 其實 這個是一個收集意見的管道 但 我那時候發現 那時候我也有人在上面 但是有時候 會有一些比較 沒有辦法成為意見 就是好像在抒發情緒 就是有人上去看了 但是他就是在做一些 比較不當言論 或者是說只是在 在做一些 就是無謂的發表 那我覺得那只是一個 一個 管道 那但是 要去過濾的時候 要花非常多的時間 去過濾說哪些能用 哪些不能用 所以有時候 在收集的時候是 我覺得是一個困難的 它是一個發散的 那再來 主治稿的分量 是 主治稿的分量 兩個層次 一個是 一開始聽到 講話會被記錄的 這件事情 的一些想法 然後再來是 後製主治稿 它可以作為一個 幫忙溝通的資料 就是可以自己 可以去鎖證說 那說沒有誰講什麼事情 那針對主治稿 有不同方面的使用 和感受 可不可以一起 後裏講一下 您對主治稿的一些想法 OK 那主治稿的部分 我覺得 剛開始聽到說 主治要被記錄 就很像要被錄音 好像要被 拿起來當證據那種感覺 那不過事後回想起來 其實在會議中的主治稿 那它可以完整記錄 整個會議的一個進行 跟每個人的發言 那有記錄下來 就比較 在往後我們在查詢 查證說 是不是有這個事件的時候 它是一個非常有用的 作證資料 而且 在 小組這邊 這樣發出自稿之前 它會由我們去確認說 我們降紀錄對不對 那我們也會提出我們的意見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好的一個紀錄方法 但是 速度是不是每個人都有 應該不是很好達到 對 那另外一個是 新制圖的部分 是 那不知道 公民做新制圖 這樣子去整理不要的方式 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新制圖 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我 因為可能我不太會用它 那但是 對我來講 我去整理那個資料 是有點 會不知所措我要怎麼去做它 那因為剛開始的時候工具 那如果說有些工具 可以事先讓我們知道說 它的運作方法 它的運作方式 或者使用方式 那剛開始我們拿到的時候 就不會在前面的 耗費時間是在學 我怎麼用這個工具 對 那這是我對它的想法 那概念發展 就是下午的時候 有用一個 檔子發展 去把自己的想法 要用那個檔子引導 是 那不知道你對 那樣的工具檔有怎麼樣 我記得概念發展 它是一個比較 長條型的 那個工具 那 我會覺得說 我在 我會覺得說 最後 最後的那個 互動是那一種 那一種 那一種工具 會比概念發展單來得好 這只是我 我覺得是一個 直接 對談 然後直接 放上去 那我們直接 收集意見 那大家的資源 都可以被收集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發生的 那到最後討論的時候 我們就是放一放 抽一抽 到最後一個輪廓 大家會比較 喔原來我在討論這種東西 但是 乾淨發展單 它就是比較屬於 有點像paper 就是好像我做完就 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我覺得 後者會比 乾淨發展單來得好一點 我們那個 那個 互動 互動 互動的那個工具 有沒有 就是 那個什麼 便利貼 有便利貼啦 那還有我們畫那個 工具圖的那個 有一個空白天畫圖的那一張 對對對 那我們不是可以 把我們其他東西 加上去 那個是第一版的 概念發展單 喔是啊 然後比較長的是第二版 但是那兩個是 不同的情況在 喔是 有畫圖的是 如果可以傳出具體的 是 會有那一張 所以可能是 那時候比較 因為剛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事情 應該沒有很具體化 那大家 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那其實 我在想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 剛開始就讓它很具體 那大家就可以 查著具體說 我們去 直接找具體的方式去做討論 那你在剛開始發展的時候 其實 大家都是混亂的 我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我覺得 有一個具體的 樣子 大家來討論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成型 這是我比較深的感觸 對 那最後一個是直播 庫敏對直播有怎麼樣 我覺得直播不錯啊 因為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對啊 那 有興趣的人就可以來看 那在直播裡面 他也可以留言 我記得直播裡面可以留言 那留言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說 沒有人 沒有辦法看直播 我們就直接看文字轉輸 對 對 那其實這個也是 收集意見的一個好管 不過 他真的也需要 花很多的時間去過濾 哪些可以用 哪些不能用 對 那這個案子 從一開始的民眾提案 然後到最後真的有 跟對報稅系統 做一些調整 是 昆明對這件事情 有什麼樣的感受 我覺得 非常的累 因為為什麼會這麼說 因為所有的 所有的那個 工作 他投入時間真的是非常的多 但是 現在的公務單位 他不像 就是 真的要 做的人 不多 因為所謂做的人不多 指的是 承辦的人 他也真的只有一個 那我們要花很多心力 去做這些事情 那公務單位 雖然 跟勞工差不多了 他已經不像 不像以前 以前就是說 公務單位比較舒服 現在沒有 他 人家老公有 一例移休 公務人員是沒有一例移休的 甚至是 24小時on call 對 我覺得這點是跟 跟以前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 如果說 如果說那個 呃 對這個案子來講 我覺得 我們在處理這個時候 我們 很認真去處理它 那我們秉持一個心力 就是說 我們想要把這件事情 給做好 讓大家也覺得說 政府門是一個很用心的一個 一個 要服務民眾 對 因為這一次的 報稅軟體 主要是採納了一些民眾的意見 然後再透過協作的形式 來做一些改變 是 那能不能夠稍微幫我們說一下 這個改變 最大的不同 跟以往最大的不同 軟體本身做了怎樣的改變 嗯OK 那以往就是我們需求來源 是由國稅局這邊來源 那 那 也是由國稅局的人 他去轉述民眾的說 欸他對這個地方是不清楚的不好的 所以那這一次呢 可以直接面對民眾 來收集這樣子的一個 資訊跟需求 那 可以這樣子做出來 可以更貼近民眾 真的想要的一個東西 而且也去 服務他們 欸 報稅更容易 那 對於目前的結果 能不能提供 就是提高政府跟民眾之間的互信 我覺得這是有幫助的 如果說 我們跟民眾一起協作出來的東西 那被民眾接受了 而且民眾也覺得 也看到政府的努力 跟政府之間跟民眾互動是良好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跟民眾互信 是有一個正相關的一個關係 謝謝 謝謝 謝謝